本节目由全球医师一致推荐 18日深夜茶几一间涉嫌酒吧掩护非法赌博 而出自人竟然就是滴妹男友 知名扑克牌手IC Charlie查理 现场带回负责人艺人 核官及赌客等约30多人 引起社会关注 德州扑克线上直播平台的IG 有4614位粉丝追踪 除了有赌客的照片外 还有许多抱入核官的火辣罩 青鸟 午后大雷雨 青鸟贸雨集结画面曝光 卓容泰 于心不忍 立法院将约21日表决国会职权行使法 刑法等复议案 行政院长卓容泰 19日也复立法院备巡 为抗议国民党 民众党强推国会扩权法案 青鸟行动惊奇连三天都在立法院外集结 但午后下起大雷雨 也让现场民众淋得全身失 卓容泰则说 他于心不忍 若能在立法院好好讨论 大家就不用那么辛苦 NBA NBA塞尔蒂克布朗夺FMVP与搭档塔特姆分享生涯首度尝到NBA冠军滋味 波士顿塞尔蒂克球星布朗即拿下东区冠军赛MVP后 今天 在勇多总冠军赛FMVP 他在赛后表示 要与搭档塔特姆一起分享这个奖项 以在美国直篮NBA总冠军赛取得听牌优势 塞尔蒂克 今天回到主场迎战达达拉斯独行侠 靠着双碳花塔特姆 Jayson Tatum 布朗 Jalen Brown合力攻下52分 17助攻 顺利在主场抛下风王彩带 而且进账队使第18座NBA总冠军 正式超越洛杉矶湖人 写下联盟第一记录 博爱座 博爱座争议引发存费讨论 交通部 尊重 配合讨论修正台铁 捷运及公车博爱座争议 实有所闻 近日接连发生两起博爱座冲突 让博爱座存费议题再引发讨论 卫福部经表示 持续搜集各业意见 但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交通部 将会征询其意见 交通部则说 尊重卫福部的考量 也会配合讨论 若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进行修正 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 也会配合修正 要后 要后期末新闻连八年夺网路媒体类第一名 牛津大学数位新闻调查认证 要后期末新闻连续八年 蝉联牛津大学数位新闻调查认证冠军 要后期末新闻秉持新闻专业 与台湾优质媒体伙伴携手 提供读者丰富多元的新闻内容 再次获得肯定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学研究所 2024数位新闻报告 台湾部分报告数据显示 要后期末新闻在网路媒体内夺得第一名 而这也是该调查报告 自2017年纳入台湾以来 要后期末新闻连续八年 蝉联冠军波尼多小旅宿 波尼多小旅宿真恐偷拍 重创观光台东县府火速开闸50万 并费照台东市波尼多小旅宿业者 安装真恐摄影机 引起外界哗然 县府交官处 今早派员前往民宿门口 张贴废纸登记证公告 并强调 业者偷拍行径妨害善良风俗 且情节重大 处以50万元罚还 废纸民宿登记 县府强调 业者行为不但侵害旅客权益 也严重影响台东整体观光形象 因此决定处以最重处罚 并立即展开 全县旅宿专案稽查 本节目由Powersleep水平律动床冠名赞助 感谢各位的观赏 我们下次 CLN城市生活报 台湾各城市热搜新闻 期望与您再见 未经许多 未经许多 感谢观看